太多人魯莽的做判斷跟評價 所以我覺得思辨教育很重要 台灣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問題意識存在 但是一起推動的人還太少 各領域非益力組織的持續成長跟經營 欠錢跟足夠流通的資訊 助人者他不再孤立無緣 讓被助者不再求助人 讓每一個需求都能夠有一個知識系統 去解決他的問題 這是我所希望能夠看見台灣的知識 台灣其實非常充滿愛心的一個國家 目前資源其實都集中在少數的 比較知名的工藝團體上面 反而是比較小型的團體 可能他們更需要有大家的協助 希望建立這樣一個平台 透過這個平台能夠來幫助 我們這些青年朋友們 來實現他們的公益理想 華萊斯帶的資源不只是這筆資金 還有更多的是夜市的輔導 人脈的連結 這些都很可以幫助新創組織 在成長上有一個更好的方向 一二三屆從種子變成幼苗 華萊斯在從第四屆開始轉型成 從小幼苗發展成小樹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型 我們希望有更多新創的小樹 集結成零 共創台灣更好的未來 永續世在的難題 需要社會創新行動家 Let's be a change maker 這世界不缺乏創意 缺乏而是可被執行的創意 任何微小行動 只要堅持下去 都能產生巨大的聯想力 大家一起加油吧 一個行動會把心靈的寬度給你 讓我們的生命彼此照亮 就能力 我們希望創造NGO在第一線的行動與改變 台灣的社會問題越來越複雜 我們需要更多新創型的NPO加入我們 懷世代走向的未來 無關營利還是非營利 而是你有多少的影響力 世代關懷不應設限 跳多線線 關懷世代 Small action big difference 小行動大不同 潛力發展的小樹們 它能夠持續對標一個 我們在台灣在社會上面 持續需要的社會議題 懷世代支援 會想要去支持一種更新創 更對於這個議題有影響力 跟改變力 跟行動力的團隊 未來能夠自給自足之後 能夠發展成成長成一個大樹 給更多需要幫助你的人一些避應 夢想地上環島出發